一直沒有在媒體面前公開現身 只透過廣告來付出的諸葛亮 今天正式開記者會宣告付出 第一句話說好 進去做 我就知道他沒有在生我的氣了 謝謝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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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氣怎麼會出來呢 媒體應該都很聊著用 我這個人肚子做不到東西的呀 如果一出來的話當然是我就接受他 因為我是看到最近得上媒體的表現 他什麼都改掉啦 他剛才在樓上跟我講說 你能改掉以前的不好的習慣 改掉百分之八十就好了 他說他改一百 他百分之百改掉他所有的缺點 要重新出發 希望媒體給他機會 用什麼掛保證嗎 用交情保證就可以了 楊董大哥 你過去的一些不好的習慣全都改掉了嗎 好幾年了已經忘記了 謝謝我們媒體喔 今天我有機會跟我們楊董 站在一起 我好高興 就是你們幫忙我的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 也謝謝蘋果日報那幾個年輕人 在屏東找到我吃我戀了 謝謝你啊 聽說他現在已經一炮而紅了 謝謝他祝賀他 也謝謝各位哈 謝謝 最重要就是謝謝我們的余天 跟我們的余天的夫人李亞平 今天喔 有這個機會 那跟那個楊董 談到我好高興啊 好感動 謝謝大家 蘇大哥付出的計畫 包括什麼 有沒有唱歌啊 演出還是主持 有很多那要看楊董啦 老闆你怎麼會幫他 蘇大哥安排呢 現在還不能談到那樣的地方 我還跟他要密切地多 談幾次 互相瞭解心理上的 構想 還有那個 我們兩個都順老啦 不能再第二次的失敗 或者第二次的拆散 要把整個的心胸 把所有的過去跟未來 能弄清楚的話 再能再合作 可能比較好一點 你剛剛說 希望佛道哥能夠改到以前的二世 你有沒有最希望他改掉哪一點啊 改掉檳榔 改掉賭錢 最主要是有搞到責任 對家庭 對家庭 對兒女要有責任 敢騎 敢生 敢養 這樣才是最重要 會不會安排那邊小豬 你要只會百分百來見面 豬豬見 好 那個是最好 兩個人鬥一下也不錯 那你最想做的表演是什麼 隨便啊 看我們楊董弄什麼節目給我 我就來做他指定的節目 我隨便節目都可以做啦 那你剛剛聽那個楊董講說 希望你有責任感 我剛剛看你的神奇有些感動 聽說楊老闆這樣講那些什麼感受 沒有11年他很生氣 11年他見到我 什麼都沒有罵 我在感動 真的 還可以 大概怎麼樣都在幹嘛 比如常除了拍完廣告之後 大概幹嘛 拍完廣告後 我身體就比較好一點 好 看到楊登奎跟諸葛亮 11年沒見面 楊登奎大概也生氣生了11年了 如今在出來握手言和 諸葛亮表達了滿滿的感激啊 同時對於未來這個一切的這個表演呢 他都說全部交給楊登奎 兩個人還持續的要來商量啊 未來付出整個大忌 不過呢他說呢最感激的就是楊董 現在已經不再生他的氣了 今天開心見面的現場最新情形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